台湾每年烧掉约有28万公顿的金质 不仅劳民伤财 还危害了空气品质与自身的健康 宗教的祭祀文化方面 也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来改变 以前地区没有这些人 市场也没有出这些 现在有些人的店 有些人的油 所以这一定要来切丢 觉醒年代 忏悔时刻 需要大家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